金融企业打亚洲被议题延烧 开发金今天召开了法说会 表示集团已经完成事业提让与计划 未来要以创投和私募基金投资事业为主 更打算在台湾成立创投基金 加码投资早期新创产业 鼓励年轻人创业 当真买堆了 开发金控去年完成合并凯基银行 占今年首计获利56% 成为下单金积木 扣除资产处理减损 整体税后存益新台币27.28亿元 每股EPS0.18元 外加获利不错的凯基证券 凸显并购效益 经过这几个转型之后 特别是从直接投资这边释放的资本 可以更有力地去参与 我们在银行或证券的一些业务的扩张 以前的缺点是我们的供应 它在资本使用上 它其实不是一个最有效果 但我们把它的这个BISMAL转换 是可以希望我们可以代表台湾 在这个项目里面代表台湾 去打世界杯 为了打亚洲杯 开发金积极转型 5月4号完成让与旗下事业体 迄今和金融市场业务 改制为创投公司 旗下五档创投基金 四募基金 募集的金额 将近新台币250亿元 年提前更打算在台目级 创新创投基金 鼓励年轻人创业 比大概规模在15亿到20亿的这种 创新基金 产业大概就是会以这个云端 或者是以物联网 据外界关注的并购话题 外传开发经济并购证据 以及银行事业之后 下一步目标锁定受限掖者 开发金控总经理杨文俊 话中有话 据了解转型合并之后的开发金控 资产规模达到5589亿元 净值同比上升到569亿 利拼明年资产破照 并持续扩展大陆 香港等海外业务 下期是陈慧瑶 沈维彤 台湾台北报道